歡迎收看KM Music,我是Kamin 這集來介紹一下我怎麼用Lunchpad玩Finger Drumming Lunchpad它是一個MIDI控制器 搭配Appleton Live這個軟體可以有非常多的功能 但也不是一定要學Appleton Live才能玩Lunchpad 所以這集不會提到它 如果只是要用Lunchpad來彈一些MIDI Notes的話 搭配自己慣用的Ring軟體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像我就是會用自己習慣的音源 來做一些Keyboard或鼓的聲音 這台Lunchpad X是去年2019才剛出的型號 它跟前幾代比起來有進步的地方是 它的按鍵比之前的大 空間的利用度比較好一點 再來是它輕重音的力度感應更好 在同一個價位中算是很有競爭力的產品 但接下來要介紹的主題 才是我選擇用它來玩Finger Drumming的主要原因 就是客製化鼓面的模式 它可以讓我用對於爵士鼓這個樂器的理解 去設計一套自己的鼓面 來確保我可以打出常用的那些節奏 關於如何克制鼓面 官方已經有教學影片 照著說明去官網下載跟著操作就好 這裡就不贅述過程 首先打開自己習慣的音源 確認一下有哪些鼓聲可以用 不同的音源可能會mapping不同的音高 像我用的是Logic Pro X內建的鼓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把這些音通通擺進Lunchpad裡面 接下來我會介紹我擺放的邏輯 可以說是我的第一代鼓面 也許之後發現了一些設計上的死角的話 再來改版一下 不過目前用起來都還蠻順的 首先考慮的是爵士鼓中的三本柱 大鼓、小鼓跟Hi-Hat 大鼓為了可以用大拇指打 一般來說都會放在下排 而且會多放幾個 除了讓手擺放的角度有更多可能之外 還有一個妙用待會會會示範 再來是Hi-Hat Hi-Hat 作為維持節奏的重要角色 常常跟其他鼓聲一起出現 所以我把它擺在鼓面中間的地方 跟它類似功能的Right就放在它的上面 確保不管打什麼東西都可以輕鬆的加入Hi-Hat 我把Hi-Hat Close放在中間也是有原因的 這個妙用一樣也是待會會示範 再來是小鼓 因為我習慣右手打Hi-Hat 左手打小鼓 所以我把小鼓放在左邊的位置 光是這樣就已經可以處理大部分的節奏 接下來是Crash 當然不能離三本柱太遠 Crash還有分嚴音跟用手悶掉的 Ring Shot 再來是比較細節的地方 小鼓它有非常多種的表情 有打中間的 有打邊邊的 還有跟鼓框一起打的Ring Shot 一樣有分打中間 跟打邊邊 那到底要怎麼擺比較好 這裡我考慮了幾個小鼓的重要應用 像輪鼓跟Ghost Note 為了要做出這種聲音 我把沒有框的小鼓在旁邊放了一排 這樣我只要滑過去就能做出這種聲音 所以有框的小鼓我就放在這兩個位置 這樣我的左手就能控制這四種小鼓的聲音了 然後為了對稱 我在右邊也放了一排有框的小鼓 這不是用來做輪鼓的 因為聲音不太對 好像平常不太會有人這樣打 但左右對稱的設計可以讓我輕鬆的做到這種東西 這也是我之前提到的妙用所在 或者是 然後Hi-Hat一樣也會有輪鼓的需求 所以我也在左邊放了一排 就可以做這種節奏 這裡的細節是我把兩種Hi-Hat Close的聲音放在一起 一種是普通的Close 另一種是Foot Close 這樣輪起來聲音比較自然 Right的部分比照辦理 在右邊也放了一排 Right的聲音也是蠻多種的 Right Bell是打正中間的聲音 Right Edge是打側邊 Right In是打內側 Right Out是打外側 四種擺在一起 輪起來聲音還蠻自然的 再來講TongTong的部分 它就很直覺的從高到底擺下來 搭配左右對稱的小鼓就可以簡單的做出這種過門 因為我四種小鼓聲音都用到了 效果意外的好 超級自然 最後就是把很少用的東西塞進來衝出 像用腳開合的Hi-Hat 可能打Jazz才會用到 可能打Jazz才會用到 還有小鼓框 拍手 零鼓 也許可以加Hi-Hat 看過很多鼓手會把零鼓和Hi-Hat擺在一起打 好 牛鱗 Shaker Count in, clap it,可以用在拉丁的節奏上,但太難了,還沒練過 OK,這就是我的第一代鼓面 雖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玩Launchpad 但總之介紹出來讓大家參考看看 那這集的節目內容就到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